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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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目标将会非常的难 再联想到印度一贯拖拉的习性 如果要和美国那样 从小口径进化到大口径 那不知道还得要多久 还有一点 印度这次实验虽然对外宣告成功 但是却没有任何图片或者视频作为佐证 不禁让人生疑 这次实验到底是个什么水平 要说到印度成功进行电磁炮实验 但是考虑到各种印度自产的装备层出不穷的笑话 可以恶意的猜测 这个实验成功的电磁炮上 又有多少零件是从国外进口的 但这也不意味着我国对此该掉以轻心 毕竟印度军工虽然有着不少笑话 但毕竟能够造出核弹 也说明它有一定的水准 而在战场上 轻敌大意就是失败的前奏曲